我们再来看地理要做什么 关键是要做什么 为什么要做保重办 之后就是我要做什么 我就觉得我要做的 我选择今天这个凯例 就是端路径公益的时代 我们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 当你去欧洲买一切的时候 他会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给你的邮箱 其实每一个国家和地区 是都有保护的 区域保护的 但是为什么要留下 因为短路径供应 迟早这一天都会来 相信 中间的代理商迟早都会去 时间问题 所以从这个工厂 其实我对市面上所有的企业 因为我在我上一家企业的时候 到上一家企业问题的时候 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考察公司 因为我希望我是做一个长期的 你回顾我过去的历史 不管我在传统还是我在网络里 我每一个企业我都是从无到有 从无到有 包括我在国内做传统企业 从零一直做到我原来服务过的一个传统企业 今年就是应该进入到上市分子 作为每一页的第一家企业 我每次都是 包括我在国内 我在当时招商会的时候 我们一些传统企业 如果我 现在做什么 每次看到我都很开心 我说我只干了两件事 第一把一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带进了中国 这是干了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就是在网上不断的开连锁 开连锁 开连锁 我干这两件事 看到一个结果 我完成了我一个持续的高收入 所以我是觉得从这个 定力就是这个公司 管路径时代的这个来源 今天我就 这个企业 大家是深处在这个企业之中 今天这个地方 我们做的是台利公司 对面就是他的生产工厂 叫货益 我相信这个货益 你们在美国的都可以去看到 他的实力 在场的无恋有参观 所以我认为 我做的这个事情 第一原因是因为公司有绝对的实力 包括他不仅仅是做代工 关键是他跟世界上很多知名品来做代工 这个很重要 所以公司的实力 从工厂到终端实现了 第二是什么 卓越的奖金之力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很关注这个 因为我来经营他的时候 我此刻 我参与金属国做他的 这个经营商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商人 所以我要关注他的奖金主义 第三个是什么 就是这个企业的高逼格的全球战略部局 所以我接下来的时间 我就会从第三个方面去 全是做什么 我们来看我们做什么 这就是这个企业的创始人 应该是Steamy 我把企业讲究派对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 你伸出这个企业 你就会讲得更多 你就会找不到更多 一个是林博士 这两个人 他们两个人共同创立了这个过亿 这是一个工厂 就在这个马路的对面 它几乎垄断了这个 NMN和SOD的原料 从研发 这个企业都是一级的 这个企业已经连续四年参加了 中国上海举办的进口博览会 这是一个国家级的博览会 一定是在一个行业顶尖的才可以 这个工厂已经是连续四年参加 上海的进口博览会 同样有这两个人创立了凯利 这是工厂 你们如果是愿意的话 都可以参观到工厂 这些都是实体拍摄的 这是工厂认证 这个我就带得很快 同样由他们两位创立了一个公司 叫凯利 凯利是货益的销售公司 是唯一的线上的公司 可以把他们理解成 爸爸和儿子的关系 而且是独生子 这就是这个凯利公司 它主要是建立在 短路径雇运的电商平台 为全球的用途和家庭 输送高停止 这个投资金 这是这个企业的价值观 这也是我去选择 这个企业的重要因素 这就是长期主义和平衡共生 这个非常重要 然后我们在这个里面互为主体 相互一层共同发展 这个就是他的企业实力 创造无数个不可能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 我当年我放下我们的传统去做 因为没有一个朋友和其人 因为他们都跟我说的什么 不可能 说实在的 不成功的人 把用个字用的灵力尽致 一个就是你跟他说什么 就是不可能 然后他用时间去见证 你的成功的手 说的是什么 早知道 早知道新人格子能不能怎么样 但是你跟他讲的时候 我也是不可能 但是我用我的实施证明 我完成的无数个不可能 同样的在肯定里面 我希望我和我的合伙人们 一起去创造 无数个不可能的挑战 去接受这个讨战 去完成它的讨战 我相信我也做得到 这就是他的短路进攻的念 在对面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 都可以去参观 从原料到顾客 都是由这个企业独立完成的 那么这个就是产品的权威认证 所有的产品 我第一个我永远都是看认证 我从来我做这个多年 我基本上不去讲我的案例 因为为什么 我不相信安全 我只相信科学 所以我跟我的小伙伴们 一个是讲它的安全性 安全看认证 效果看依据 看参数 这个就是认证 所有的产品 FDA认证 PBR等等等等 因为我们身处美国 我们就不在国家 如果在国内的话 很多人会 哇 其实这是买买的 不是 在国外是买不到的 同样的像这个认证 我违禁认证 我相信去参观过工厂的人 我违禁认证是很难拿到的 很难拿到这个认证 很难 这个是PBR 就是推做 厨房推送 这个我就不再多讲 这个呢 我只讲它的这个 这个企业的对产品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和它的迭代 包括我选择凯利的这个时候 我想的更多的是什么 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和迭代 如果当一个企业推出来的产品 你是维生素 我是维生素的时候 我们在同质化的差异化 去找差异化是很难找到的 在相同的产品之下 如果我们要去竞争 只能竞争什么 比什么 比服务比价格 都有这个产品 只能比服务比价格 但是服务在顾客新过程是没有上限的 你可以30分钟送货到 25分钟就到 比价格的话 价格在顾客新过程是什么 没有比价格 你再便宜他都会觉得怎么贵 所以今天我们要去考虑 经营一个事情的时候 作为交商 你更多的考虑他的是 这个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和他的生命力的 而核心就是他的科技的药金量 还有一个生命力就是他迭代 一个药品 一个生物科技 这两个东西迭代起来 看企业的实力 要花很多钱才可以迭代 那么我只讲这一块 轻轻变 说到轻 目前全世界科学家 几乎是统一的达成故事 就是他对人体是有异无害 像我比如说像 大家都还会有一些争议 有的科学家认为他不好 有的科学家认为他不好 但是轻气几乎是全世界达成故事 对身体是有百亿遗憾 但是轻呢 它目前主要是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吸清气 一个是喝清水 很多有的医院列出来的一些医院 都已经在通过吸清气作为癌症治疗 所以今天呢 我不再去讲吸清气这个办法 我只讲喝清水 还有一个就是喝清水 喝清水现在目前整个市面上有三种清水 一个是清水鸡 日本也外在这个地方应该卖两万 在中国要慢慢习 就是通过这个电解出清离子 电解出清离子 喝清水这是第一种 清水鸡 还有一种呢叫清水杯 就是在杯子里放水进去 然后通过这个杯的这个这个这个金属的这个怎么样去分 分解出清离子 这两种的特点呢 第一就是浓度低 第二对身体会有一定的害处 特别是清水杯 它会可能会造成这个重金属残留在体内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目前今天这个也推出来的清气片 这个是通过美粉就是清水清气泡的面 我在这个地方想讲的是什么 这是一款目前全世界 唯一可以生产出清气泡的片的起源 而它的这个每一片清水的这个浓度是高达11.7个pbm 如果清水鸡和清水杯 它们的浓度分别为一点几个pbm 所以你想想这是多少个倍数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清气是很难锁住的 因为它的国际很高 所以索清这也是一个非常高难的技术 而今天这个就是全世界唯一 还有一个品牌是以色列的品牌 但是这个品牌的技术支持是用货益提供的 迄今为止 因为这个货益是为全球160多个品牌做代 其中NMN就高达20多个品牌 而这个经济链目前想跟货益寻求合作 品牌做代工的企业已经超过40个企业 但是今天这个货益是给了凯利唯一的销售渠道 而且没有去接受这些代工的请求 所以这是一个 这个是去年7月7号上市 也是凯利的王牌 也是凯利的爆炸 目前在全世界都卖得非常好 今年我从广州回来的时候 当时我跟广州一个这种专门搞这个专家 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就说不可能 第一个不可能 他说你这个泡层面不可能那么高的浓度 因为他们研发的这个一个泡层面大概是28分钟出来一杯清水 清的浓度也是1点几多个点 所以当时他是不相信 我们这个两个分钟就是一杯泡层面就完成 而且是11.7 当时他不相信 后来我给到他这个星期片的这个浓度了 这个我们有一个证书嘛 而且在中国这一片是 那个售价是高大 5本的 比这个货多 他们只供运动 他今天在这个凯利里面 在货益这个工厂有3000多个配方 筛选出7个 每一个都是伦敦PDR的产品 然后走到我们这个凯利的这个销售部门 而且在今年8月9月和到年底 几乎每一个月都有一款新的上市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儿子背靠了一个什么 古爸爸 就是他的货益工厂 这就是他的成立 这就是亲的好处 把相当洋化了 我就在这个地方 不再一一去讲解 第二个就是我一定要讲到这个卓越的奖金 在讲这个卓越的奖金之前呢 就是我在选择这个凯利的时候 我曾经跟这个老板 就是昨天你们看到这个林博士有一次教我 我就问这个林博士 我说你给出这么高的奖金 我觉得我有点不放心 然后这个老板就说 他说我认为有一个二八定理 我值了我20%的钱 他说我们这种代工厂 曾经被其他的品牌压了这个利润中间也蛮低的了 所以呢 我是对因为我在对这个好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他的卓越的奖金制度 他的奖金制度很简单 就是这五大感觉 第一加盟收益 加盟收益是什么 我每在网上增加一个连锁网片的时候 不是会给到一个加盟收益 第二个是积分收益 传统的是积分板路 我比如说我去订一个什么机票 就绑我机票 机票机票就绑我机票 在这个地方是积分板线 全世界进行 传统的是我消费算我积分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消费算我积分 以我而来的算我消费积分 比我后来的可能还是算我消费积分 就是积分收益 第三个是加盟管理收益 比如说我在你这个地方作家 但是因为我不等交了我 所以公司会根据我这个加盟店的什么 所有的销售收益来给到你一定比例的完美价值 第四一个是福利收益 就是让所有的普通人 让所有的顾客在这个里面都能拿到基础收益 第五一个就是分红 就是做到一定等级别 像我我在第一个月完成钻石 我已经拿到他的这个分红了 这个卓越的奖金这个在哪里 大部分在经营的这个的时候 因为我在进入到网络的这个时候 我想的最多的就是 为什么这么多人风靡喜欢的行业 我就没有看到几个人挣钱 所以我在进入网络的这个时候 我就在想 不要我进去挣了钱 后来我就发现在网络里不能挣钱 我要找到他原因 失败在哪里 如果我找不到这个原因 因为我永远在这个旁边 没有办法执行工 一年里十个月上了个钻石 我是在两年的时间 我把我的月收入做过了 超过每一个月上的班 在其他人眼里是觉得不可能的 我当时有的人看到 不可能不可能吹牛的 但是这是事实 因为为什么 在我眼里 我没有把它看成这个时候 因为我在传统企业里面 我是做连锁家务的 而我今天我把这个东西看得更简单 无非就是把我的传统加盟 现在今天变成什么 空中加盟 你想想 我们实体的经济规律是什么 原来我们做实体的时候 就是做连锁变化 因为只有连锁才可以 让我们的利润和营业 没有添花案 所以我们不管是做中餐 还是做美容 还是大到五星级酒店 都要做连锁 实体变到了空中 但是依然是单变 同不同意 无非就是你这个店的 营业额国上 但是同样是单变 一个点 但是既然实体的经济规律 是从单变走向多变 所以我相信 虚拟经济也会沿着实体经济规律走 它也会从单变走向多变 就是往上的单变 走向多变的开始 那么既然是做连锁 我只做一件事 复制复制复制 没有 我原来做连锁变的时候 我就是复制我的电掌 电掌做什么 故事做什么 美容是做什么 不断的开变 不断的开变 而我做实体变 我很辛苦 我要去悬水 我要去装兴 而我做虚拟变的时候 我连选水和风修都没有 我就是不断的复制我的电掌 而每一个家屋上 就是我每个电掌 就同样的 我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这个奖金制度 这个制度你们想来再去了解 我只是想说 这个的奖金制度的高达70%多的波比 一般的人就会看这个波比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波比这个数字是 是一个数字 这也是个数字 但是实际上我算账的时候 我只算我和我的团队拿得上 这个很重要 这个波比这个数字 其实网络企业是永远不亏的 永远不亏 因为什么 网络里面一定会有沉淀 沉淀加陷阱 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 这个沉淀和陷阱 我比如说 我是传统 我是一个传统人 我去打工 老板就会给我什么 底薪加提成 再加分红 什么是 底薪 就是它的 固定拿给你的 这个是谁都打 打不了的 对不对 你给我三件 三件要给我 这就是底薪 提成是什么 完成 你跟我说 我来这个地方来工作 5%的销售提成 我就觉得还可以 有底薪 有提成才有分红 结果呢 我来工作的这个时候呢 你告诉我 要完成5万 才可以提成 结果我只完成了4万5 我就没有提成 此刻这个地方就叫 沉淀 就是相当于我做了 4万5的销售业绩 你没有拿提成给我 这个就叫沉淀了 是不是没拿到 白贷 到了年中 你跟我说分红 结果老板给到你一个 报表 今年企业怎么样 我会损 这个就叫限制 所以每一个网络公司 它都会有 沉淀和限制 所以当我们拿到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六十五 这个多笔的时候 就不属于我们 我们要去除沉淀 去除协定才可以 就为什么 网络啊 为什么网络很多不挣钱 因为大家没去算过这样 很多进入网络的人 都是什么 为什么要说 我喜欢产品 为什么不赚钱 为什么你没赚到钱 因为我自己努力不高 错 就是因为我们百分之九十 十个人在进入的这个时候 都不知道这个销售政策是甚啊 离开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其实很大原因是相对很重要 我比如说现在的所有的美资公司 我们这个是波比 我们再看实际波比 实际 就是去除沉淀 去除限制 这个公司真正能够拿出不让 我告诉你 现在的所有的美资公司 几乎凯利目前从实际波比上 是碾压了市场上所有的美资公司 它实际波比是多少 实际波比是百分之五十左右 很可怕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据 我比如说像很大的公司 比如说A公司N公司 对不对 N公司的 拿出来的官方波比 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 是官方给出来的 去除沉淀和陷阱更少 我曾经在去到我的前平台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前平台很厉害 因为如果你打开这个 有一个三方网站 它是把网络收入排前一本 就像福布斯大榜一样的 就是前一百年收入的 曾经我的前平台 是进入到大榜 它一个第一名 我在这个行业里面 我是真正实现了时间上的自己 但是我认为这个行业 它为什么不是我的尊重 就是因为它的做法 它有的时候在拟去的人气 去绑架 用人平道路去绑架 所以我希望当它有职业化 有职业操守 有职业素养的时候 它自然而然不是我的尊重 所以我将不遗余力的 为我这两个情怀而奋斗 就是第一 打造我职业化 第二 让这个行业受得尊重 哪怕是我只做了 进度了那么一点点 也算我能做好 所以这就是我的团队文化 就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我的团队文化 第一就是忠诚性 因为我认为 相信和这种信用 人的这种信用是很重要的 所以第一就是忠诚性 所有的基础 所有的合作基础 都是建议在诚信上 第二就是知感恩 所以其实有时候 我们最值得感恩的 其实我们的父母 他不是他给我们留下 首先就是他给了我们生命 所以我们把这个 所有的小伙伴 首先感应就是感恩什么 告诉你 带你进入这个项目的人 带你进入X的话 对不对 有这一个足够 就是这个知感恩 第三就是宽凶化 一个人到底能挣多少钱 跟能力 你毛钱关系都没有 为什么 格局有关 就是把胸怀打开 你的格局有多大 你的服务开机有多大 所以说宽凶化 第四个就是单子 因为这个线上 我基本上我们团队的话 我们80%的工作都是在线上完成的 20%在线下完成的 所以我们这种 链接的是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小伙伴 所以每一个小伙伴在我的团队里面都担起你的责任 我们小的时候学语文 有一种题材叫散闻 散闻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行散 什么 散过 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散过在各个国家的小伙伴 你知道你担起你这份责任来 我们才能完成整个团队的组件 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位优秀的小伙伴 本身就是一个很珍贵的珍珠 但是如果通过凯迪这个思线一串颜起来 那么这一串就会变成什么 珍珠是有价的 当一根丝线串联起来的时候就会变成什么 价值连织 而这个价值连织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小伙伴 在这个团队里面担起你 这是我的团队文化 有人文化凝聚了 光有凝聚的时候 什么方面必须要占领 那就是标准化的企业文 我的企业馆这个话思维是怎么来的 我做每一个城市我都是这样的玩意 永远经过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 第一拖展阶段 我把这个擦 第一就是拖展阶段 我从来都是觉得每一个城市 没有做不住这个城市 没有做不出来的城市 只有做不住这个城市的人 行小乐重造 行善事及时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种生活方式 能够陪着我的父母变老 我觉得这是我的梦想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父母跟子女的情分 只有这一次 因为来世 我们再也没有来世 一个就是陪孩子长大 当然我在海外 这个是团的城市 在国内真的很多孩子 全是外公外公 爷爷奶奶在大 所以我们国内的孩子 可以出来很多考高分 上名校的孩子 但是真的其他方面 进步就不成压压等等 很多不好的父母私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对着 爷爷奶奶和父母长大 没得办法只能这样 这就是这个我的团队远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团队文化 我的团队文化 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团队文化 因为我来做凯利 有实有情怀的 说实在的 如果我今天在凯利里设置一个标注 我要挣多少钱 很容易完成 因为我在凯利我第一个月已经上钻书 我第一个月已经拿到很高的生意 但是我的情怀在哪里 第一我想在这个行业里打造一只 首先打造一只专业化职业的命运 这是我在这个行业的第一个梦想 说实在的 这个行业已经有时候是 人心是扭曲的 我认为做销售第一是了解人性 但是最重要的是尊重人性 所以我希望正因为这个行业 大家有时候看这个行业的时候 妈好像还有点看不起 正因为这个行业 刚刚开始 正因为这个行业 还没有那么多基地进场 所以这个行业有大 就是有很大的空间 就是广阔空间 大有座 我第一次选择走美龙这个里面 第二次我选择这个网络这个行业 很多人都说信任你很优秀 我说我真的不是很优秀 是我想 行业的错误 不同意 你想想我97年进入美龙这个领域的时候 我说真的 我一说高中毕业的举个手 都没几个手 你想想我曾经的专业是会计 我为什么要放弃会计 会计走入美龙 我就想第一我不喜欢会计 第二我就觉得我在这个领域里奋斗 我终其一生 可能我连考一个注册会计师 我都考不过 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我考不过注册会计师 我行业里还没有更多的精英进场 这是我第一个情况 我第二个情况就是让这个行业是我们尊重的 这是我最想做的 而这一批新贵里面80%是80后的 其实今天你会发现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是60后期后 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 我们喜欢的食饭性价格高 味道要好 对不对 而今天的80后和90后喜欢吃的餐厅是什么 网红 对不对 装修摆盘 味道好不好这么重要 对不对 价格最重要 对不对 价格最重要 但是你不得不去改变是什么 因为60后和90后 特别是经过这场一起 我们已经不在外面吃饭了 我们晚上已经不乱吃饭了 因为要长胖升起没有那么好 所以今天的80后和90后 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群体 不管是消费不管是创业都是主流群体 所有这些餐厅一定要去改变 包括二十多年的老餐厅 你会发现你乐乐的下降 所以思维是主导这个世界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那么既然是80后的时代来临 那么F4是不是80后所有的人的经营 同样的我是用四个英文单词来完成这个 F4第一就是翻译 因为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家庭 第二就是follow跟随 跟随什么 跟随这个时代 跟随这个趋势 跟随这个团队 第三个就是future未来 未来是什么 未来就是物量 未来就是高生物科技 未来就是去中心化 未来就是流量的经济 最后就是实现自由 就是时间和财富的自由 我是用我的亲身经历去证明 如果一个企业的销售政策很好 如果一个企业有战略团队有战术的情况之下 是一定会在短时间之内实现这个资源的 就是F4的游览 当然我们的构建 因为这是这个时代的变分 所以我是高数值高学位和高竞争的经厂 所以你会发现我整个团队的综合数值和综合年龄 综合年龄是越来越小 综合40是越来越高 这是F4的游览 那么既然我们要讲团队了 一个团队除了他的名称 你取得再好的低个能力 一个团队他必须要具备两个能力 第一凝聚力 第二是战斗力 缺一不可 但是一定是先有凝聚力才会有战斗力 那么凝聚是靠什么来凝聚 一定是靠文化 对不对 我们中国人有个什么 唯有文化才可以凝聚 唯有精神才可以怎么样 文化和传承话 对不对 所以在我的团队里一定就是讲这两个人 第一就是凝聚力 所以说实在的我做话 我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快 我比一个企业都做得还标准好 我比很多企业还做得好 就是我包括我的文化的打造 和我的这种战斗力的这种训练 我比很多企业都做得好 那么我的团队愿景是什么 健康快乐的富足的生活方式 在我团队里 我不喜欢跟别人讲光想 我觉得我们想太空了 第二个 我们大部分是生活在海外的 而说我们团队里有很多成功的人 做熟在里 对别人讲光想什么 豪车豪载 这是标配 这不是我们分子的目标 这是标准费 所以呢 我更多的事情讲这个愿景 就是健康快乐的富足的生活方式 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是我们的愿景 就是陪父母变老 陪孩子长大 有一趟说走就走的意思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这个愿景 我们带给更多的小伙伴 去实现这个愿景 因为什么 其实说实在的 就是我们在变成父母的时候 我们心里都有很多什么 早知道 对不对 其实有时候 父母有时候走到 走到 走到一刻的时候 其实心里很地久 早知道了 要怎么忙 早知道了 如果你的父母还在上 你依然是今天这个样子 很忙 那个样子 我们想到很多都是 等我怎么怎么怎么样了 我才怎么怎么样 就是收入前100平台 14个都是我前平台的 而我那个收益还没成功高 这是很可怕的 我曾经都没有 我的前平台的收入就是非常高的 但是我前平台的实际波比是22% 就是他虽然说是65 但是实际波比是挺有的 22% 而今天的凯利 官方波比是70%以上 但是他的实际波比是90% 为这个话题 我跟老板就对我话 我说这个会不会很高呀 你想说我前平台的一倍 一倍都有多呀 然后老板就跟我讲 他说做一个生产企业 如果你拿走这60% 我自己剩10% 他说不会亏的 同不同意 21%企业 保健兵企业 肯定是可以的 银行在拉走4到5个点 银行你刷新闻卡肯定要拉走 那么我作为企业生产新企业 两国有40% 我的生产成本 我的领域涨量就够了 所以这个老板说 如果你们能做 能够让我保持危机很满 因为我都在一根程度上 你们高高气息 把你这部分拿走 把剩下的东西给我 所以老板做这个企业的出动的时候 就是想第一 让更多的人吃到更廉价的好餐 第二就是什么 共同 我们把这个实现什么 长期主义平衡建成 所以这就是这个制度 那么这个制度 我只是想在第一个 我算过这个账 因为我曾经说坏 在第一个加盟收益里面 他的股比已经高达37% 而且是完全没有成变的 一进去就出来 互联网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我们后台的那个财务爆料 比我们做企业 打开是我们自己做企业 或者是我们打工算收入 你永远达不到比他更清晰的佣金爆料 所以这个佣金爆料是清清楚的 所以在第一项奖务 加盟奖务 他的波比已经高达37% 而且是以一次性给出来的 仅仅凭这个37%的实际波比 碾压现在市面上的所有老的美资公司 很厉害 所以除了这些 我因为我当时是算账坊一一算过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什么 每一个网络 因为我来做这个的时候 我一定要考虑他们做过长久 因为我是想通过今天做明天做 我从来我做这个事情 就是我做这个事情 我不是为了离职的 因为我的年龄有限 我是想通过我两到三年的打拼 我可以享受我的人生 所以我在做这个的时候 我把一个网络 然后这个销售政策 销售政策 今天的销售政策 除了多米之外 他必须要具备三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人性化 所有的互联网都是人性化 你老怕是去做车主流干 因为他没有任何 第二是什么 资源共享 就是一个政策必须要具备的特点 如果今天是靠你的资源和我的资源 通俗是有限的 我们能够认识多少人 而如果真的如果有一个项目 能够让我们所有的人的资源 不但共享 还可以共享我们以外的资源 这个生意才是最大的 就是资源共享 第三个是什么 满足各阶层 满足各阶层 这个如果销售政策 不能具备第三个特点 第一玩不下去 第二玩不大 第三不更稳定 你想想我们今天做传统事情 我今天去开一个餐厅 我餐厅不是死在我的投资里 我永远在大的投资 只要我认为这个生意好 我都感受 我投不起 我可以代表一个投资人 但是一个餐厅让我们开不下去的原因 每一个月是入国付出工 交工资交员工工资 每一个月都亏损 所以我做不下去 所以如果一个销售政策 没有人性的话 就是做不下去 第二 如果不能实现资源共享 做不大 说真的 还是回到那句话 如果这个项目能够几十万 会一点兴趣的问题 所以一定要实现资源共享 一个销售政策 第三就是满足的贴价 社会跟网络是一样的 如果这边是社会 这边是网络 一样的原因在哪里 都是分为三个阶层 一个社会一定要分统治阶层 中产 普通人 普通人家 对不对 缺一不可 没有统治阶层 建立不了这个社会 中产是最不管事的 反正我生活很好 每一次的造反是由谁造反 普通人 你看中国五千年的历史 每一次什么 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 为什么要起义 因为生活不下去 不操反也是死 操反也是死 不如就操反 所以就是生活不下去的时候 这个社会就会颠覆 所以一个和解的社会 就是这三种人待着都很舒服 这个社会才会下来 同样的网络也是三种人 第一是领袖子 第二是团队长 第三一个就是普通人 一个销售 一个网络一定是三种人都成立 那么这个网络才是软定 所以销售政策必须满足这三种人 那么网络靠什么身材 传统 好不容易 这个网络才是在 所以我希望你们下来之后去研究一下 这个销售政策是我起今以来 我研究到的最好的销售 他这个销售政策满足了领袖级的人 你在这里面的收入 满足了团队长中产你的收入 满足了普通人 最重要的是普通人 一个销售政策如果不能让普通人在这里面生存下来 那么这些都是空的 所以你们下来之后 因为这个地方时间关系 我就不再一一去偷袭 我们下来再讲 但是我真的是很想告诉大家 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最好的 所以我通常都说 产品是凯莉的跟网络的跟 福利收益 第四项收益 是整个经销商的魂 为什么 福利收益就是保住普通人在这个里面的基础收益 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商业流行 从机会上来讲 这是一场盛大的商业盛业 他从单纯从这个项目上来讲 这是一个对你我来讲 非常好的机会 高逼格的全球的占领不举 凯莉到今天为止 全球的活跃经销商 他还没有超过一万人 我这个人我从来不做投机的事 我永远投机只投两个机 第一是投什么 先鸡 我觉得任何时候都要找你的介入 就像你今天去超股 整个大盘天天地 你要去以你地己之力去拉动这个大盘很清楚 当然没有决定 我在这个任何方向上都没有决定是相对 那么我们高逼格的全球战略图局 所以我一是投企业的先鸡 第二是投我团队的基础 我的团队的基础 就是我想装设法 把我团队的人培养成十个现录 百个现录 我的时间就变成了 投机的时间了 我的时间就会变为一线 那么我们来看看他的全球战略图局 他是以美国为制高点 以辐射为美国 拉动的东南亚 然后中国 这也是我的团队 因为我团队的战术 完全是跟这个结合起来 因为公司是给出来的战略 我的团队给出来是战术 永远只有战术和战略相结合的时候 这个团队做到完美 那么我们来看看 光是一句话也不行 你看看公司给出来的三个出色计划 第一是星火计划 就是对领袖级的人的一个出色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 飞天计划 对不对 迅速打到团队 打到团队成功团队长 然后我们第三个就是满天心 就是对普通人的一个出色 所以这个企业 我真的是 整个企业的全球战略图局 现在还没有正式推出来 因为台力计划是9月份向全球 就是宣布启动仪式 但是现在它已经是打开 二十多个国家的经营权 就是没有一个实力的企业是做不到的 打开一个国家的经营是很难的 因为经流和物流全线到位 还有就是你这个经营范围 你要有实力把它满过去 现在凯利已经是二十多个国家 所以今天我希望在座的人 你千万听到这个 你不要想到 啊又跟什么什么一样 又跟什么什么一样 我经常说 什么是一样 什么是差不多 互联网传播速度快 第二传播范围广 比如说 我经常都说 直播带货和电视购物一个一样 如果几年前我跟你讲这个直播带货 你也可能说跟电视购物差不多 那个时候这些影星都看不上 因为电视购物都是谁在购物 老头老太太 对不对 同样的也是屏幕呀 但是屏幕由大变到小 但是参与的人就不一样了 最重要的直播带货一天的量 相当于电视购物一年的量 而今天大部分的明星已经走得到直播带货 但是三五年前他们看得起吗 正因为他们看不起才成就了什么 李嘉琪龟呀 直播出草根这种网红 我也经常做这个举例 绿皮火车跟高铁一不一样 它只有一个一样 把顾客从AZ送到BZ 但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速度的不同 而速度的不同就导致了什么 高铁可以跟航空公司竞争 那立于和中国可以不可以 所以千万用过去的思维 来把握今天的互联合 它将跟我们带来的 是翻天覆利的改定 而这是它的整个开心的全球公主 好